每日神话 神的赐福 创世纪十七章四至六节 我与你立约 你要做多国的父 从此以后 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 要叫亚伯拉罕 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国度从你而立 君王从你而出 创世纪十八章十八至十九节 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 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 我眷顾他 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 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 并恭行义 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 都成就了 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六至十八节 耶和华说 你既行了这事 不留下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我便指着自己启示说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 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 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 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约伯纪四十二章十二节 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 他有一万四千羊 六千骆驼 一千对牛 一千母驴 藏物主独有的说话方式与特征 是藏物主独一无二身份与权柄的象征 神的赐福是好多人都想追求 想得到的 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神的赐福 因为神有神的原则 他按他的方式赐福给人 神赐给人什么应许 给人多少恩典 都是根据人的所思所想 根据人的所作所为来分配的 那神的赐福说明了什么 又让人从中看到了什么 在这里我们暂先不论 神赐福给什么样的人 也不论神赐福人的原则 我们还是以认识神的权柄为目标 来看待神对人的赐福 从认识神的权柄这个角度 来看待神的赐福 以上四段经文 都是有关神赐福给人的记载 他们详细地记述了神要赐福的对象 例如亚伯拉罕、约伯 也详细地记述了神赐福给人的原因 同时也详细记述了神赐福给人的内容 从神说话的语气、方式 与神所站的角度与位置 就能让人体会到赐福者与承受者 有着截然不同的身份、地位与实质 这种说话的语气、方式 与所站的位置 是具有造物主身份的神所独有的 他带着权柄、威力 也带着造物主的尊贵 与不容任何人质疑的威严 首先来看 《创世纪》十七章四至六节 我与你立约 你要做多国的父 从此以后 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 要叫亚伯拉罕 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这几句话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 也是神对亚伯拉罕的赐福 神要让他做多国的父 使他的后裔极其繁多 并说国度从他而立 君王从他而出 你从这几句话当中 看没看见神的权柄呢 你是怎么看见神权柄的呢 你看见神权柄的哪方面实质呢 细读这几句话不难发现 神的权柄与神的身份 在神的说话用词上 很明显地流露出来 例如神说 我与你立约 你要 我已立你 我必使你中的 你要我必 等等这些 带有神身份与权柄的 肯定性的用词 一方面是造物主的信实 另一方面 他们都是具有造物主之身份的 神的专用词汇 也是惯用词汇 如果一个人 祝福他的后代 极其繁多 国度从他而立 君王从他而出 那无疑只是一种愿望 并不是一种应许或赐福 所以人不敢说 我必使你如何如何 我要你如何如何 因为人自己知道 自己不具备这个权利 人说了不算 即使这样说了 也是一句空话 一句废话 是人的欲望与野心所驱使的 当人感觉人的愿望 不能成就的时候 人敢以这么大的口气说话吗 人都有好的愿望 希望后代都能飞黄腾达 出人头地 要是能有一个当皇帝的后代 那可真所谓三生有幸 能出个当省长的也不错 只要做人上人都行 这些都是人的愿望 但人只能为自己的后代 许愿祝福 不能兑现或成就给任何人的应许或承诺 人的心里都清楚地知道 人没有这个权利达到这些 因为人自身的一切都由不得自己 怎么能掌控别人的命运呢 而在神这儿之所以能说这样的话 是因为神有这样的权柄 他能成就实现他给人的所有应许 兑现他给人的所有赐福 人类是神造的 神让一个人的后代极其繁多 那是易如繁长的事 他让一个人的后代兴盛 也只是一句话便可成就的 他从来不为此而劳碌 为此而大伤脑筋或伤心劳神 这就是神的能力 神的权柄 看了《创世纪》十八章十八节 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 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 这句话之后 你们能不能感受到神的权柄呢 能不能感受到造物主的超凡呢 能不能感受到造物主的至高无上呢 神的话语很肯定 神说这样的话语并不是因为或代表 神具有必胜的把握这样的信心 而是神话语全柄的证实 是他话语得以应验的一种命令 这里有两个词 需引起你们的注意 在神说的 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 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 这句话中 有没有模棱两可的成分呢 这些常常在人类身上表现出来的 人特有的成分 因神话中的必要与必因这两个词 而从来都不与造物主有丝毫的瓜葛 没有一个人敢把这样的词汇 用在对他人的祝福之中 也没有一个人敢肯定地赐福给他人 一个强大的国 或应许给他人地上的万国 也必因他得福 神的话语越肯定 越证实了什么 证实了神具备这样的权柄 神的权柄能做成这事 证实了神必要成就这样的事 神赐福给亚伯拉罕的这一切 在神心里是肯定的 是毫不犹豫的 而且他要照着他的话 去成就这一切的事 没有任何势力能改变 拦阻 破坏 搅扰这件事情的应验 无论什么事情发生 都不能终止 不能影响神话语的应验与成就 这就是藏物主口中所说之话的威力 也是不容人否认的藏物主的权柄 当你读完这句话的时候 在心里还有疑惑吗? 这些话是从神口里说出来的 神的话中带着能力 带着威严 带着权柄 这样的威力与这样的权柄 还有事实成就的必然性 是任何一个受造之物 与非受造之物所不能及的 是任何一个受造之物 与非受造之物所不能超越的 只有造物主能以这样的口吻 这样的语气与人类对话 事实证明了 它的应许不是空话 不是大话 而是所有人事物都不能超越的 独一无二的权柄的发表 而是所有人事物都不能超越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